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博偉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網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見次性的留言 今節我們就說說這位哥哥 大家記得這位哥哥我們之前也提過 其實他是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美國前高官 剛剛辭職就說前高官 其實他在阿周的團隊中曾經很重要的 你記住他很多重要的政策是有份去搞的 無毒有狗那麼重要 而且他是穆斯林 這件事也挺特殊的 因為他是政府團隊內曾經的人 也是一位年輕的穆斯林的選民 這兩類族群 都是阿周很擔心流失的 所以現在他 更加接受訪問時 都等於 幫阿周 拉票 不是拉票 拉走一些票 這位哥哥 他叫做 哈巴什 哈巴什是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美國人 亦是美國教育部政治任命的官員 而且有很多重要的政策 之前他負責 因為拜登說過學財 其實他這件事是聰明的 因為可以馬到一些年輕的選民 學生的貸款 那些學費貸款 阿周其實打算免了他多少 但又是過不了 數字太金了 原來他的辭職 上星期已經成為頭條新聞 因為他成為拜登總統政府內第二位 因為 以巴衝突 而公開辭職的高官 自從10月7日以來 我們知道 以色列 當然8日開始反擊 亦造成了2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 是沒有了 是離世的 但白宮繼續表示堅定支持 以色列中東的行動 這位哥哥 哈巴什 他接受半島電視台 訪問時 他的辭職 是因為他不能再代表一個 不平等 重視所有生命的政府 實際上是 不單止是不平等 重視所有生命 還有 很多東西是雙重標準 他在辭職信上說 當本屆政府 針對無辜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事而不見 主要人權專家 日都是清 以色列正在做的事都滅絕 那我就不會沉默 亦不能沉默 自從10月份以來 大家知道 哈馬斯的確確 令以色列南部 有1200人是離世的 很不幸 亦令人深水 其他政府工作人員和拜登 這個競選團隊的工作人員也說 原來 他們也寫過信筆拜登 希望 可以 停一停戰 叫拜登 敦促以防 但是雖然拜登和他高級官員 經常都說 說要 說要說 會叫以色列採取更多措施 減少平民的離世 但是 華盛頓仍然是反對停戰 當然他們說的理由 跟以色列一模一樣 停了戰 哈馬斯 就不會 放手了 這樣說 而且 你說話 是盡量減少平民的離世 為何你還要給他軍備去 你問得好 這件事你說不了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動手 但是你給你一些工具 你自己 自己怎樣怎樣 這樣 你答不了 這個問題 答不了 當然半島電視台 亦對他做了專訪 一說到他辭職決定的時候 其實他 亦是憤怒 而且是悲傷 半島電視台就問他 當你聽到布林肯 在以色列 的講話時 都是講著 他們 唱著同一首歌 即是 老生常談 基本上 就是支持以色列 使用 美國 提供的軍備 去袈裟做軍事行動 這個半島電視台 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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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生常談 所以有些人說他也有說兩國方案 我們看他在做什麼 你一邊說 你說沒用 一邊說很痛惜民眾 你不敢說停戰 起碼你先不攻 軍備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這位 前高官 巴克什 我聽到很心痛很難過 很不幸地 其實 架沙已經超過200多萬人 被人轟了三個多月 很明顯 信息和政策 是沒有改過 只有港字 其實他更加知道 他政府內部當然是知道 他就覺得 大家明確承認 巴勒斯坦人是無辜的 但是他們的 生命是不斷勢去 我們仍然沒有辦法承認 這些巴勒斯坦人 的人性和生命權 而且 他也說 每一次西方港道 是 如何尊重別人的權力 他覺得很難聽 沒有 沒有 真的難聽過粗口 你很虛偽 不可以這樣 不要動手 結果你給他一架 另外 半島電視台也說 你在拜登政府當中 擔任過這麼重要的職務 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你告訴我們 你最終 做出的 這個決定 他就說 對不起 我剛才有些事情是錯了 原來他不是穆斯林 他是 巴勒斯坦基督徒 其實他也是 有同理心 一般來說 如果不同宗教 就有些人 我不說全部 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同情心 我作為一名巴勒斯坦美國人 一名巴勒斯坦人 一名巴勒斯坦基督徒 我的身份 和我 所發生的一切 是交織在一起 現實是什麼 美國當前 的政策幾乎每天 都會產生 非 人化 即是已經對巴勒斯坦人 非人化 現在 你看到那些數字 離世者數字 你都說不相信 可能對於你來說 是一個數字 但是對於好些人來說 就是一個永世永遠的事情 他們永遠失去了他們的 最親 你就是一個數字 他就說 對於巴勒斯坦人生活 受到侵害 為什麼有人還可以允許他繼續存在 幾個星期以來 我們用一切 可能的途徑 提出這些政策的擔憂 強調巴勒斯坦人的人性化的重要性 巴勒斯坦人都是人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人的基督徒 現在也是這個地區的少數群體 當然 他也說這個消息 被拜登政府 是自虐網民 其實他聽到的 但他不做 說真的 他聽不到是假的 很明顯 為了強調我對現行政策的驚訝和擔憂 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辭職 半島電視台說 你覺得 拜登政府是自虐網民的時候 到底在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 是不是告訴你 你要保持冷靜 保持 不要提起這件事 你覺得事情如何發生 他說 不一定有人提醒我要保持安靜 就是叫他閉嘴 白宮聽證會 白宮舉行了聽證會和政策簡報 主要是向我們 傳達他們對於這個地區的評估 即是 現在對加沙的狀況 不過他知道加沙在瓦解 在教育部內部 對於這個以軍的軍事行動 對我個人的影響 是很容易理解的 甚至包括 我多次和他們 在會面和交談一些秘書 他都知道我的感受 我的這個工作大樓 給了我很大的耐性 和持續的支持 但是他認為 能夠在個人層面上 對於這個問題進行溝通 以及承認更廣泛的政策 如何影響幾百萬巴勒斯坦人 其實 其實也是非常難的 即是覺得自己是 人而微輕 是否這樣說 中文 人微 人微現輕 人微現輕 那麼 判導致說 例如你的老闆 即是總統先生 他 真是 這個真是 直求你 紫潮 好像你的 老闆 總統先生 他不太相信這個離世數字 你一定 很難 聽清楚他說什麼 聽清楚他說什麼 你應該不知道他真真正正 是怎麼想 其實 大家都知道他怎麼想 真是真心說 他就不敢 當然 我在我的辭職信當中已經說過 我確認的是 我認為政府在過去幾個月當中使用的言論 確實是危險的 他們允許並且促進了對加沙地帶和今天居住在那裏 幾百萬人的破壞程度 即是被國內加撐、被軍備 另外這件事情我們也有說 這個半島電視台就說 你應該知道 美國對於巴勒斯坦的事業 都是有說過支持的 而且 看來民間支持度越來越厲害 這是事實 也知道前幾天南卡羅納州 有人問阿周 問他問題 問他什麼時候停戰 問他為什麼還要給人家餐 他在那個客人教堂 你也知道南卡羅納州 總統先生是被人打斷演講的 在這個選舉年 我們可能看到更多 是總統被人打斷演講的事情 肯定的 其實那個人已經是很溫和 當然他也是被人請走了 所以當時香港19年時 他們表達自己個人意見 為什麼不讓他們說 你也不讓他們說 你也不讓他們說 不要雙重標準 你也不讓他們說 你看看現在 在搖陷西方 現在這個爾巴勃 在搖陷西方 那一套 因為大家說 原來是這樣的 明顯就說沒有 這個布林肯親口說 沒有看到任何堆堆滅絕 沒有 沒有這回事 但是新疆他看到 是嗎 兩萬三千多人他看不到 新疆一些訪問 一些人開記者會他就覺得是真的 為什麼這樣呢 還有 歐盟 和歐洲議會議長 梅挫拉 出來說話 出來說話好嗎 為什麼不說 他和老鳳都靜了很多 因為 因為說錯話 你就認為 這個幾大程度上影響 民主黨的選舉 他就說 我認為這個要由總統和民主黨更廣泛地做出決定 但是他認為 一定會影響 肯定影響到的 年輕人得罪了 社上年輕人撐巴是多的 這個 民意調查組出來說 他說一定影響到對民主黨的支持 就像你這樣說 總統先生在南卡羅納州的教堂 是有人抗爭的 另外紐約市各地也有抗爭者 原來 是封鎖了四條 哦 機場那單 那單 不僅紐紐約洛杉基也是 兩大國際機場 封鎖了四條不同的隧道和橋樑 這個我們 肯定會看到更多的事情發生 因為我們認為 美國民眾的靈魂 確實 是覺得應該結束在 加沙發生的事情 那麼大多數美國人 都是支持停戰 我們看到大多數 民主黨的基礎選民 就是我們所說的貼票 年輕選民 有色人種 穆斯林 還有他這些 是巴勒斯坦裔的人 雖然他是基督徒 他說 他們不認為 現在是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 實際上也是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完全不是 說到 人權 一個都要多 是不是 其實 之前 拜登經常說 2024年 是對於保護民主 免受獨裁政權的影響 但是現在 這個以色列做事 是什麼 當然他就說 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他認為 這個和總統 尊重以色列政權當中 獨裁的右翼政權 即是內塔利亞湖 現在他的意思是 把你扣起來 你就支持內塔利亞湖 支持獨裁 另外最後的問題 就是 半島電視台問 就是民主黨 人可以隨心所欲反對拜登 他們可以做什麼 他們會轉身投給特朗普 不需要 他不出來投票 不會 不出來投票你也玩完了 他認為總統應該決定他的選民重要性 並且了解 他一定要珍惜生命 無論什麼人的生命都一樣 很明顯當前的政策 對於巴勒斯坦人的 生命 何時重要和何時不重要 要事駕再限制 對於選民來說 根本是時事都重要 沒錯 他的意思就是 任何時候都重要 這個是你們那套價值 人人生而有之的人權 最重要是生存權 現在都沒有了 對於選民來說 他們一定會看到 究竟 會不會轉身投給特朗普 他就沒有回答 我覺得也不會 不投 不投你就糟糕了 失望 沒錯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 pudding 各位 有 有 濱